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V23跟之前的03呢都是采用的是比较帅的方盒子造型 但是呢他们俩是完全采用了不一样的设计语言 那在之后呢 0系列跟V系列将会作为两个单独的序列来平行发展 那我觉得这台V23相较于03来讲呢 它要更加的强调于风格越野 反正这台车看起来会觉得它更加的硬派 那另一个感觉呢就是我今天一进棚来 看到这台车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你管这叫A0级吗 这台车真的体量感非常的大 那它实际的车的尺寸呢也确实还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比如它这个车的车高现在是达到了1845的 包括它的车宽呢是有1915 就单拎这两个数据来看的话 在众多同级别车型当中基本上是鲜有对手的 那至于车长呢也是能够达到个中等天上的水平的 它的长度呢是4222 然后它也是后边有一个小书包 即使是去掉这个小书包 我觉得这台车的长度达到4米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另外这种纯电车型的优势了 它基本上都是四轮四角的设计 所以说呢它也是有一个2730的长轴距的 那所以说这台车的内部的空间其实还是也是很乐观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细节部分 这真的是看了很多很多新能源那种 就是逛不出溜的那种前脸之后 你看到一个这样的造型 其实真的还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 那这款V23呢它也是分为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两个版本的 然后我们今天拍摄这台应该是那个四驱的版本 然后四驱版本的话相对来讲 它这个接近角度做的更大一点是43度 那你从整个前面来看的时候呢 首先它下面有一块非常大这个下挡板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前凸的保险杠 然后中段呢也是做了一个外凸的一个包围件 这个包围件呢跟整个灯组融合在一起 包括它上面这个前机舱盖也是做了一个隆起的造型的 所以说它整个车头的力量感还是非常强的 非常的有层次 并且它这个前脸呢也是一种有繁有碱的设计 它虽然说元素很多 但是你可以看它整个灯组设计还是非常简约的 所以说这样搭配起来的感觉还是比较协调的 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来往下边看一下 这款车呢应该就是四驱版本当中那个更高阶的 制驾的版本 因为它现在呢在两侧包括车尾后边的两侧 都有预留了一个毫米波雷达的位置 并且这个毫米波雷达外边这个护罩呢 跟整车的融合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继续来往车测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胎 非常的扎实 给我们配的是个备耐力的20545R21的大尺寸车胎 并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悬架行程预留的还是非常长的 并且这台车呢它跟03一样都是承载式车身 所以说它整个车种载重能力走烂路能力都是会够强的 那这个也是众多这个A0级车型当中比较稀缺的几点素质 那我们继续再往后面来看 这台车的这个车门的门把手呢 也是采用这种纯屏的设计 但是它是一个机械式的 然后它这个造型呢也还是比较别致的 是一个非常大方块的一个造型 然后上面还带有一个照明的小灯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车侧的视觉感啊 就是它这个离地高度还是很高的 这个四驱版本它在这个空载状态下的离地高度有212 所以说呢它是给我们配备了一种上车踏板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上下车都会变得更方便一点 那另外我们再往车的上边来看 这台车车顶上面的这个配置还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我现在不确定的就是这些是不是标配 还是说我们可以单独的来作为一个选配装置 首先上面呢它是有一个这种拓展的行李架 你不管说把它作为一个储物空间 还是说你住车之后在上面加一个车顶帐篷 其实这个玩法还是很多的 另外就是前边这儿还有一个越野探照灯 那在它车身右侧的右后一紫板上就是它的充电口 然后我们现在这台车的一些详细的参数也是没有拿到的 但是我们参考一下03那款车的话 它这个充电功率大概率的也会在60到85千瓦这样一个区间 我们再看看车尾 车尾呢这个就是它这个小数包了 我们目前呢这个小数包是打不开的 不知道以后它会不会设置成一个打开的状态 然后这有一个后视摄像探头 然后看一下这个小数包上面 I car born to play 天生爱玩 这个我觉得不只是单独的局限于年轻人 只要你爱玩就都可以来试一试 然后它车尾这个灯组呢 跟车头基本上是同款的设计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看它后卫箱的一个表现 打开之后呢会发现 其实这台车它里面采用了非常多的这种网络式的储物空间 它的好处呢就是它有弹力嘛 你可以进一步拓展它的一个储物功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整个后卫箱的一个储物空间表现 首先呢它这个地板还是很平的 但是呢相对来讲我就空间不算特别的大 然后里边的配置情况呢 首先在右侧这里有一个挂钩 然后上边一个照明灯光 左边呢还有一个这种网兜式的储物袋 那另外呢就我们再往上面来看 它在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拓展的小金属板 你给它加一些其他小配件 比如说挂钩或者绑带之后呢 它就可以实现更多个丰富的功能了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靠背 大家发现没发现后排座椅 它这款车是一个四座的版本 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车是个预装的状态 它有一些功能暂时无法实现 但是我们猜测它很有可能跟03一样 都是采用那种后排座椅的座地 翻起来然后靠背放倒 能够达到一个纯平的一个设计 我们可以等它发布的时候一起来看一看 那接下来咱们去车里面看一看 我们今天拍摄的这台展示车的内饰呢 是一个这种浅色的白色内饰 还是比较好看的 然后它基本上都是大面一种白色皮革润包 然后再配合上这种磨砂金属之地的试镜 另外呢就是它比较吸睛的 就是它做这种黄色的点缀 还是非常讨喜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内部一些配置情况 我们现在这个车呢它只是一个预装车 很多都是模型的状态 所以说呢可能不是最终的版本啊 比如说你看它现在前面也没有液晶仪表屏 然后也没有HUD 那最终怎么定夺 我们要等它正式的一个发布会之后才能知道了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能看到的东西 那首先我就是比较吸睛了 就是它整个中控区域了 首先你一进来就会发现 它这个非常大尺寸的中控屏 这个尺寸的话我觉得应该是15英寸往上了 然后这个车的车机呢也将会给大家搭载8155的芯片 所以说整个的车机的享用速度 应该还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下边呢是三个空调出风口 再往底下来看呢 就是它保留了非常多非常这种 有越野风格的物理按键 除了这个下边 它上面这儿包括车门上 都预留了非常多的直接可以操控的物理按键 还是很棒的 比如说大家比较喜欢的 后视镜的直接的这个按钮的调节 包括方向盘也是可以直接手动调节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并且它这台车也是采用了一个怀挡的设计 我们再来往中间这儿看一下 这中间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的储物的空间了 它这里边那个储物凹槽 然后它这个小挡板呢 都是可以灵活来调节位置的 然后上面这儿呢 这个地方应该会是一个手机的无线充 扶手箱打开之后呢 首先里边有三个充电口 然后这里有个小格层 格层拿走之后呢 这个里边的储物空间 我觉得纵身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这台车的这个座椅呢 我觉得它作为一款带有越野属性的车型来讲 这个整个的包裹感坐的还是很强的 反正我坐在这儿 感觉这个固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你看它这个土度的程度都非常的棒 以我们现在拍摄这台车的一个配置情况来看呢 现在主架这边的座椅呢 是支持电动六项调节 然后副架这边呢 是电动四项调节 那接下来呢 我调整一下我驾驶坐姿 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它具体的空间表现怎么样 我身高是168体重100 然后前面是我的驾驶坐姿 我们来看一下后排的空间 腿部空间四圈 然后头部空间的话 两圈还多一点点 还是那句话 你管这叫A0级吗 这个空间简直是太优秀了 然后至于后排的一些其他的具体配置呢 我们可能要等它更多的这个信息 出来之后才知道了 但是我们在拿到的部分有限的信息当中呢 这款车写的是五门五座的SUV 但是呢 我们今天拍摄 你看它是个四座版本 所以说以后很有可能会有四座版本的车型 可以以来选择的 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四座版本的话 这个后排简直是靠背太宽敞 太舒服了 今天的这台i-car V23整体体验下来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吸引人的 因为它足够的差异化 在同级别里边有着非常大的尺寸 然后有非常稀缺的承载式车身和四驱 所以说它还是能够干到非常多这个市场需求点的 那至于它这个续航呢 长续航的版本应该是能够达到500公里加的一个续航能力的 另外呢 再跟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啊 因为V23它要比03小一个级别嘛 所以说它的价格可能比i-car03还要更香 是不是更加的吸引人了 后续我们会持续的帮大家一起来持续的关注这款车 包括它后续的一个动态的驾驶表现 持续的关注我们吧 那我今天体验我们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